目光在转向澳门 我们来看画面 这是一辆车 一辆集装箱车 但是您仔细看 这上面装的可不是货物 那是什么呢 没错 是书 跟你说 这可是一个特别的图书馆 里面大概有2000多册图书 供读者阅读 市民们都叫它流动图书馆 据了解这个流动图书馆呢 每天都会按照不同的流动地图 停靠在不同的角落 到如今已经有25个春秋了 在这个高楼林立 人流如知的城市里 流动图书馆 俨然已经成了一道 独特的风景线 据了解 自澳门回归以来呢 特区政府对于 公共文化设施的投入 是不断加大 如今中央图书馆 所属的七座图书馆 已经全部开通了 全民网上阅读平台 但这座颇具古风的流动图书馆 依然安静地守候在街边的角落 在这座颜色中央图书馆 在这座颜色中央图书馆